这是一条我们常见的 背上带有花纹 长得黑咕隆咚 粘不垃圾 软不溜秋 看起来特别吓人的 马黄 就你词多是吧 马黄种类有很多 大部分生活在淡水里 有的则生活在潮湿的陆地上 还有一些种类 会生活在海洋里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马黄都喜欢吸血 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马黄都吸血 有的马黄会吸食宿主体液 还有很多 主要捕食各种小型无脊椎动物 它好像在吞一条蠕动的大肠 我们对吸血马黄的恐惧 简直是刻进DNA里的 大人们也经常拿马黄 吓唬想要去河里玩的小孩子 河里的马黄会钻进你的肉里 在你身体里乱窜 把你的血吸干 然后在你的身体里生一窝小马黄 他们说了马黄是指我们吧 好像应该是的吧 那么马黄真的会钻进你的身体里吗 让我们先看看马黄是怎么吸血的 你可能就有答案了 马黄也有简单的眼睛 但肯定不长这样 它其实就是几个小型光感受器 一般在前端的背面 能监测到明暗 还有可能监测到运动 另外 它们身体上的其他感觉器 也能通过监测轻微震动 声音和宿主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 来帮助它们定位到你 马黄头尾各有一个吸盘 尾巴上的吸盘大一些 不能吸血 只要起吸附作用 头部的吸盘中间 则长着一个生有三片半圆形鳄的口气 当它们用口吸盘 紧紧吸住宿主皮肤后 就会推出嘴里的鳄 在皮肤上切啊切啊 切开一个歪形的小伤口 然后开始拼命吸血 但并不是所有的满黄都有三片鳄 有的只有两片或者一片 而食肉满黄一片也没有 它们找到猎物后 就会依靠强健的烟布肌肉 把猎物吸住 吞进去 泡香再吃一条 你才是如动的大肠 你全家都是如动的大肠 另外 还有一些属于油蚊之类群的满黄 烟布长有一根主要由肌肉组成的口气 被称为 稳布 它们会把口气从口中生出来 直接刺入宿主的皮肤里吸血 满黄在吸血的时候 脱液腺能分泌很多物质 里面有 让血管扩张的阻碍类物质 增加皮肤渗透性的扩散因子 抑制炎症反应的分泌物 还有阻止血液凝固 让伤口持续流血不停的抗拧血剂 这些物质都可以辅助它们一直吸血吸到饱 很多人说 马黄吸血的时候 还会释放麻醉剂 让人感受不到痛 事实上 人们并没有在马黄唾液里 检测到麻醉成分 虽然马黄神经节内 含有一种麻非样的物质 但它只是一种免疫调节剂 并不能麻醉你的伤口 你之所以很多时候感受不到疼 可能是因为 马黄切开的伤口比较小 痛感不明显 而且短暂 再加上牛呆在野外 各种树叶树枝一直摩擦拍打你 还有水温 水压和水流这些因素的影响 都会让你对马黄咬伤 这种短暂疼痛的感知度下降 阴着马黄 细胞的血后 就会自己脱落 然后用几个月的时间 来消化这些血液 它们通常都是通过提掉呼吸 尽管马黄也可以在缺氧的条件下生存 但是神经是会受到损伤的 所以 你觉得马黄会钻进人的皮肤里吗 我认为是不会的 它没有钻进去的动机 也不具备钻进去的生理条件呀 但是我看到有人说 它一把马黄 马黄吹一下就钻进去了一半 其实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是马黄受到刺激 瞬间输缩身体 做出寒断一节造成的错觉 让你误以为是钻进去了一半 不过有些种类的马黄幼稚 确实会在极少的情况下 钻进你身体的某个孔洞里 比如某天 你喝了一口野外 清烈甘甜的天然山泉水 或者在清澈的小溪里 游了个泳 顺便洗了个澡或者洗了个脸 这些马黄 就有可能进入你的鼻腔 耳朵 咽喉 眼睛等地方 但是不会钻入皮肤的 放心吧 被马黄寄生在这些部位后 你可能会感觉 鼻子里痒痒的 有异物在蠕动 有时还会鼻塞流鼻血 头晕头痛 呼吸困难 声音嘶哑等等 有时候你洗澡的时候 马黄听到水声 才会忍不住地探头出来 我在网上就找到了 很多马黄寄生在鼻腔等地方的案例 这个是什么 尿道 我们并不想知道这个知识点 所以野外游泳这件事情 大家还是要慎重啊 被马黄咬伤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把它扯下来 或者用醋 用盐 用酒精 用柠檬 腌它 又或者 拿烟头拿火烫它 拿鞋底抽它 其实 这些办法没有必要 也不推荐 水质受到刺激后 会快速收缩身体 并且往外吐血 呃 而吸血的水质消化道里 带有一种细菌 可能会随着吐出来的血液 回到伤口 导致你伤口感染 遇到马黄吸血很简单 你可以用指甲盖 或者卡片一类的东西 贴着皮肤 把它头部 还有尾部的两个吸盘撬开 它也就自己掉下去了 不用担心 马黄口气一般不会留在你的身体里 我是花小浪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 不要碰到马黄的博修的画家